昨天我在准备今天的政见的时候 就觉得心神不灵 因为我在网络新闻得知有一位新北的国中生 被杀了好几刀 在昨天宣告不知 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对这位同学跟家属表达关心和陪伴 因此我想请全国的同胞 跟我一起为这位同学跟家属默哀 好谢谢 每一次事件发生以后 媒体就会大肆报导 但是事过境迁又没有下文 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 怎么去建立一个预防重疑治疗的机制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 所谓的短板理论 就是说一个水桶 它可以撞多少水 是由最短的那一片来决定的 这位死去的孩子 还有那一位拿出弹簧刀的孩子 都只是国中生 我们要思考的是 国中生总会这样 到底是拿着弹簧刀去学校 不会被发现 发现了也不能阻止 还是我们缺了什么 没有做才会这样 我们如何建构一个社会安全网 来让孩子跟家长可以安全地生活 这是我们作为领导人要思考的 我也邀请两位总统候选人 一起思考来提出看法 1月13号 TVBS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3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6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8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而行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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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 1月13 1月13